近日在四川成都的一辆公交车上 一名孕妇竟然在车上把孩子给生了下来 幸好当时车上的乘客纷纷是伸出援手 这对母子才得以平安 这是公交车上监控视频拍下的画面 早上八点左右 这名孕妇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上了公交车 坐在靠近后门的位置上 八点零二分 孕妇的脸上出现了痛苦的表情 八点零八分 这名孕妇突然站了起来 随后 这名孕妇竟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自己亲手将孩子拿了出来 这时 孕妇的惊人举动引起了周围乘客的注意 其他乘客开始上前帮忙 老太太在帮着孕妇 这时车上的乘客拿毯子的拿毯子 打120的打120全部站起来帮忙 十几分钟之后 早上八点十六分 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 迅速将孕妇和孩子送往了医院 随后 医院迅速对孩子进行了消毒处理 并将产妇子宫内的胎盘取了出来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急救 母子终于平安了 经过了解 产妇名叫王丽英 新都区新民证人 而孩子足足有七斤四两是个男孩 入 小 患 劲 gentleman 先 浪